吃货金化石吃货眼中的文学艺术史 说起远古人 我们总是习惯带着现代人的优越感 居高领下的看不起人家 远古人吃椰子住山洞 衣服虽然都是百分之百的纯天然皮草 但那剪裁完全不显身材 露点都不性感 三万年前的古人果真都是这样子的吗 今天我们就去到西班牙艺术的源头 阿尔塔米拉远古壁画的那个时代 看看阿尔塔米拉壁画留下的人间烟火器 1879年 在伊比利亚半岛如今的Sandander大区的大山里面 自然生物学家马赛利诺 带着八岁的女儿玛丽亚在大山里面沾花惹草 八岁的玛丽亚在大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她之前就听一个农民伯伯说 最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山洞 父亲为了满足女儿的好奇心 就跟随女儿一起去瞅瞅这个山洞 山洞并不是在险峻的大山之中 而是在一片低矮的丘陵地带 洞口低调的向农民用石头随便雷起来 暂时存放农具的浅坑 虽然洞口是新近塌陷的 但洞里面闪耀着五彩斑斓的黑 非常傲笑地向外炫耀着 别看我的门面不起眼 老子里面可非常的有内涵 果然 马赛利诺他在洞口发现了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而小玛丽亚对优胜的洞穴一点都不害怕 带着一定会遇到神秘小精灵的勇气 往洞里面冲在昏暗的火光当中 他看到了一只又一只被烤得通红喷香的野牛 这个西班牙历史西班牙艺术史第一堂课 一定会讲的洞穴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个稀奇的发现 引来了欧洲各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西班牙海归派短命的阿丰索十二世也来了 天主教会里面一部分脑洞特别大的人 他们更加的兴奋 天主教会这一小群人为什么会兴奋呢 阿尔塔米拉洞穴是1879年被发现的 20年前1859年 大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 生物是自己进化来的 不是神创造的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听起来就是很有道理 原类是智商家宰超时 智人是智商余额不足 现代人不是VIP必然智商受限 充值买智商完美的人类进化路线 是不是很有道理 但是阿尔塔米拉远古壁画一曝光 它就让进化论很尴尬 天主教会内部的人大开脑洞觉得这个洞穴的发现就是打脸进化论 这个阿尔塔米拉洞穴的画作是几万年前的人类作品 对吧 你看他们作画的技法 你作为一个已经进化了几万年的人 不管是你的智商情商还是知识储备都应该比几万年前的人更受一筹 对吧 那你在墙上画一头牛试试 你会比几万年前的人画得更好吗 大美梁就试了一次 这个就是大美梁的立作 作为凝结了人类几十万年进化进化的现代人 感觉自己这几十万年的确是白进化了 所以教会得出结论 几万年前的绘画技术就已经如此完美了 还需要进化个P 这说明人类是神造的 几万年前就已经很完美了 一开始就很完美 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呀 的确就是因为过于完美 过于鲜艳 学术界一直就不太认可 也不太敢认可 尤其是法国学界 被某些法国专家鉴定为 冒充远古人的现代人所作 就你们法国有正品 人家的都是高仿A货 二十年之后 还是这几位法国专家 他们不得不承认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里的涂鸦 的确就是远古人的画作 Guerbas de Altamila 阿尔塔米拉洞穴里面的壁画呀 是西班牙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史前壁画之一 经过碳元素的检测呢 发现是距今两万两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而这个洞穴在三万五千年和一万三千年之间啊 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阿尔塔米拉对人类学的震撼 主要还是在于它破除了人们对远古人的偏见 之前我们是怎么看的远古人的 几万年前的人类 就像我们成年人看待两三岁的小孩 他们懂什么 远古人的艺术 无非就是几个点几条线 组合出一些非常简单的几何图形 但是你看阿尔塔米拉的壁画 刷新了人们对远古人的认知 哦 原来远古人也可以如此灵动的把动物描绘出来啊 不仅线条流畅造型 逼真做话还懂得因地制宜 人家直接就创作了一个三滴立体板 最重要的是 很多像大美梁这样的现代人 都没有办法画得如此的形象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像大美梁这样 我们这些没有美术功底 不懂得美术创作技法的外行 去了博物馆 怎么去欣赏那些艺术作品呢 大美梁的这个吃货艺术史系列呢 就是代表我们这一部分没有美术基础的人 从外行的视角来认识艺术 大美梁有一件 鉴赏艺术品好坏的法宝 这个人间最接地气的艺术鉴赏法宝就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 同一个地区 就在离阿达米拉不超过100公里的地域里面呢 一共有11个洞穴都发现了类似的画作 只是你看那创作水平啊 其实就和大美梁一样 没有怎么进化好 但是贵赛人家有创意 简单几笔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 自己要表达的意图 比如这幅海报变变图 利用岩洞内的岩石造型 给海报点睛 然后再用写意的手法 在下面点缀一堆响 海报变变图变 跃然于石头之上 有没有 海报变变图 是大美梁瞎扯的了 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比一下海报变变图 和阿尔塔米拉的那些野牛 是不是艺术价值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 你都不用去描述和形容 一看就知道 这个时期除了在墙上作画呢 还发掘了一些在巨型的动物骨头上面的简易雕刻 这些骨头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就是吃肉肉吃完剩下的呀 壁画当中的这些动物都是那个时代存在的动物 和古人的生活必然是发生联系的 这些动物不是味道特别好的 就是古人想吃但是不容易吃到的 所以阿尔塔米拉壁画上的那一幅图 就是一幅古人烤肉食材图谱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那个时代都可以吃到一些什么样的野味 阿尔塔米拉壁画当中 有一斤灭绝的西伯利亚野牛 野猪马和鹿 还有蒙马像 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代的古人是有机会吃到蒙马像的 这种高端的食材 并不是特别容易获得 在西北亚北部的山洞当中 还有一些性冷淡极简风的作品 比如一头熊 还有十颗的鹿 而这不是普通的鹿 不是Siervo普通的鹿 而是北极地区的驯鹿Reno 神奇吧 在35000年前 伊比利亚半岛上竟然有驯鹿的存在 根据史学家的记载 那个时代最常见的狩猎对象 就是驯鹿和野山羊 打猎回来的肉肉应该怎么吃 考古学家在阿尔塔米拉山洞里面 就发现了烤焦的动物骨头 所以打猎回来的肉肉是烧烤着吃的 烤全鹿 咱们这吃货史 一脚油门踩过头了 三万年前的古人 虽然有烤全鹿 但真要穿越到那个时代 还是有点悲催的吧 以大米良这个小身板 被派去抓大野猪 难以想象 咱们还是倒个车 到3000年前 去到古斐尼基人 给伊比利亚半岛 带来橄榄油的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畜牧业已经初见雏形 想吃肉肉 可以偷懒 不用再跑到大山里去狩猎了 吃货的美好时代 正式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 有一道我们现在还经常吃的营养餐 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 好 亲爱的们 咱们下期约到3000年前见 咱们下期约到3000年前 咱们下期约到3000年前 咱们下期约到3000年前